老公很好的,他嘴巴花而已,那就不好了 因为在你面前是嘴巴花 在你的背后全花 所以花不好 那么好像我们的孩子 讲话 比较近 讲话比较近 你希望他能够多讲一些,但他很近 你可以在他的房门的cabot 放一些花的 你慢慢看 他会变成每次吃饭尽尽的 现在呢 今天吃饭尽尽的 要说完了 要吃饭尽了 好 OK 你看进去里面,还是从里面看出来 里面看出去 嗯 不知道 里面 你站在里面看出去就对了 里面看出去就对了 助理们要学会我怎么回答问题 助理们要学会我怎么回答问题 不要背黑锅 很多人 就会告诉你啊 你站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背是对着窗口 然后我们的前面是对在那个门 然后我们对着那个门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说 然后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要对顾客说 OK 我重复啊,我讲一次 让他听懂你的话 而不是你去听懂他的话 这个就是当兵我最讨厌的那些砂针的 这个就是当兵我最讨厌的那些砂针的 他都不要 阿提拉去外的啦 睾拉去外的 家出外的 没错 OK 还有什么问题 OK 下一个 我的地毯你们找不到啊 我买10块呢 这个呢 就是 這個屋子,9585的屋子 早 你給我切,給我切出來 我10塊沒給了 也對啦 我這10塊 給他們看 給他們看就好了 給YouTube、Facebook的人看 他這樣看不到的,你要退後的 退後你要退 這樣子 這種 那個叔叔介紹的 那個小弟介紹的 不錯 這個算不算是花 不花,不算 他有一個很花的 這樣子 那你放下來 你放下來 他很耐的 他不花的 放下來 你放下來 你把它放下來 這樣 這樣 他很薄 很薄 放下來聽不懂 這樣子 他門開關 OK 他不會撞到 有一些很厚 很厚他撞到 我看到不出來 然後他你還可以撿 你還可以撿 好像我們不是放 放杯咯 倒反咯 水要倒反咯 他很快就乾了 OK 知道 OK 好 來這個 在哪裡買 我不知道 我在那邊買它 它不見了 然後他說 他在全新加坡在跑的 在那個圖書館前面那邊 不知道 不是巴薩 嗯 巴薩 巴薩在那邊 巴薩在那邊 你問警察啦 再問警察 OK OK 好這個呢 這個大家有可能看得有點萌 這是Basement的樓下 樓下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 他的第一樓 第一層樓 好 那麼進去的之後呢 他的電梯 你們這個為什麼沒有電梯啊 沒有電梯啊 哦 哦 OK 沒有電梯 因為應該有一個電梯的咧 不用緊 沒有電梯就算了 好 那麼這個 啊 這個是停車的 Basement停車的 啊 可以停 然後進來 OK 知道哈 好 那麼 這個通常呢 樓下呢 啊 樓下 是對於我們 只要樓下 因為這個屋子有四五層樓 所以他的Basement的話呢 啊 就 有門的話 啊 通常我們都要弄得很乾淨哦 因為對我們的排尿 排便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排尿排便 啊 如果說你的排尿排便有問題 你們看最底下的 好 看最底下的就可以了 排尿排便 通常呢 呃 有廁所的地方一定要放昆凌珠 不要等到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啊 後悔莫及 有一個顧客 啊 那可惜他是在馬來西亞 發燒 不懂頭暈還是發燒 然後直接的趕快去沖涼 沖涼之後呢 就暈倒 在廁所就暈倒 只要你的問題是在廁所發生的 很難治的 很麻煩的 然後送進醫院 一天 吃了 過幾天就死了 你看 奇怪嗎 所以 會氣啊 他會等我們最弱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如果我們很累啊 不要馬上就沖涼 休息一下 stretch一下 才進去沖涼 因為 沖涼這個地方 不管你掛什麼符咒 不管你帶什麼東西 你都要把它 拖出來 那是你赤裸裸的 Attack你運氣啊 Attack你最好的時候 我們的元神就在那個時候 沒有保護了 所以怎麼辦 你試一試在廁所按一個大被弓看看 不行啊 什麼東西 只要有人告訴你 我這張符你黏在廁所 那那個人就騙子 小孩子就知道啊 哪裡可以 所以很多人做什麼 掛水晶 為什麼呢 水晶避邪 我還沒聽過鬼怕水晶的 我還沒聽過 避邪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 花瓶 花瓶 從樓上掉下來 啊 啊 啊 這個 避掉了 我們看Facebook看很多啊 車子這樣 對不對 差點撞到他最後沒有 這種叫避邪 所以水晶是避這些的 看到鬼來你拿水晶 他啊 死掉 那個是連續劇做的 不是真的 所以 研究了那麼久呢 我們才發現到昆寧珠 昆寧珠呢 它的製造的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每一個都說 但是 到現在為止 這個昆寧珠很多人放了 一千個人放 一萬個人說好 我們有一個顧客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I don't know what is going on 他呢 就 拿給我的助理昆寧珠兩粒 說他不要了 他搬家了 他不要了 我助理跟他說 你還可以用的 還可以用的 去到哪裡都可以用的 為什麼不要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我不要了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他去 去 另外一個東西 相信另外一個宗教啊 什麼的 然後叫他要拋開這些全部東西 然後他的孩子來 他的孩子來 問我們一些 因為他孩子 從找不到工作 爸爸媽媽請我看舊家的風水 孩子找不到工作 之後 孩子 有來上我們的課 爸爸媽媽不知道 那孩子照我們的方法去做了 很順 現在做警察 很順 然後 爸爸媽媽不再請我了 也不再請風水師了 全部都改變了 家裡的香啊 全部啊都丟了 神佛都不要了 昆寧珠也不要了 他孩子不敢出身經濟 孩子後面來問我 問我 他的床位怎麼放啊 什麼什麼什麼放啊 這些 我跟他孩子說 好 你就這樣 我不知道他就是還昆寧珠的人 就是他說 他的媽媽 爸爸不要了那個昆寧珠 我說是你們的 他啊 為什麼不要 他就告訴我 他信了另外一個宗教 叫他不可以相信這些東西 現在父母同時 就是各一個星期了 中風 在廁所 媽媽媽是在洗廁所的時候 洗洗洗洗洗洗 站上來的時候 暈 應該是 然後撞 撞到那個馬桶 撞到牆壁還是馬桶 在廁所 骨折 然後呢中風 那麼爸爸呢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也中風 詳細情況就不知道 現在要把昆寧珠放回去 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這個我們沒有賣他昆寧珠 他是一向來一直用的 都很好的 所以昆寧珠一定要放在哪裡 廁所要記住 而且標準 站在廁所看馬桶 看不到昆寧珠就是對的 不要讓人家看得到 躲起來的是最好的 他會吸收晦氣 他會吸收晦氣 但是要注意昆寧珠破 那就小心了 趕快拿回來 我們趕快換給你 你沒錢我送你都行 不過你要給我看你的證據 說沒錢 貴啊 那有些人呢 很stupid 一個房間放兩粒 一個廁所放兩粒 不可以的 好 那麼這些 的排尿啊 排便啊 是很不好的 幾乎每間都是這樣 那我們門就少開啦 就沒事啦 樓下basement大家要記住 只要有樓下basement的大門 當然我們的大門應該都是 駕車回來 就一定從這邊的 走路回來的當然是從上面的 對吧 這邊是不可以掛紅彩的 叫庆紅 庆紅就是我們說的 庆新年 basement千萬不要掛紅彩 Basement掛紅彩 這個地方 是等於排尿的地方 排便的地方 排便見紅 那很有可能是大腸癌 小便見紅 唉唷 那就麻煩了 小便見紅 師傅這是一間公寓啊 排屋公寓啊 這樣子 現在不是流行 你不是做property的嗎 你等於 You ask some more You must know what Apple ride 這是我的corporate每次講的 OK 不要掛紅彩 要記住不要掛紅彩 不要掛對聯 不要掛紅彩 不要掛財神 就是blind as blind as you can 好 那麼最不好的呢 是這個 沖這個 那你這個門不開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每一間家 不管是政府租外還是什麼 一進門一定要清爽無比 舒服的乾淨的 你可以放東西 但是要乾淨 讓人家進去裡面就 哇 很舒服 還有啊 有些時候 應該去旺地 去轉一轉運 有些時候啦 人覺得很不順啦 去旺地轉轉運 第一個旺地 哪裡 人多的地方 除了牙龍 牙龍人很多 人多的地方 就可以去旺地 走走 不一定要去那邊買東西嘛 去走走 湊一湊熱鬧 是好的 第二個地方 總統府 他有開放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 我們叫總統府啊 我們叫皇帝啊 就去裡面走走逛逛 吸收吸收一下 很好的 最聰明的做法 就把你的家 做成是旺地 今天你是平民百姓 明天你是皇帝 你知道你的屋子 就會不一樣了嗎 今天 你參加 這個 中國好聲音 今晚 今晚你就得到第一名 全國第一名 你知道明天你的家 就不一樣了嗎 為什麼 記者要來了明天 我家裡都弄得乾乾淨淨的嗎 就不一樣了 你還穿那個破破的T恤啦 就不穿啦 出門的時候呢 亂亂啦 說一下 中國好聲音咧 我第一名咧 對啦 我的意思就是 常常把Basman弄得像什麼 像 我是做皇帝了的那種美美的 更好的呢 把自己打扮成美美的 比這個更加更加好的呢 笑容 天天的就是 我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人衰的 沒有 所以我很怕那些啊 這兩邊啊 垂下的人啊 哎呦 我每次叫他們 上來 拉上來 不要一直這樣 口鬼 口鬼都比他好看 是吧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 在Basement這個地方放獅子 哇這個是 我的天啊 死人的啊 千千萬萬不要 我還沒看到 我再聽到 我還沒放到